文竹怎么样?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文竹的小知识,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。 文竹,这种名字中就透露出雅致与文气的植物,一直以来都深受众多花有的喜爱。 它的枝叶纤细,形态优雅,无论是摆放在书房还是客厅,都能为空间增添一份明镜与书卷气。 然而,要想让文竹茁壮成长,展现出其最佳的风采,却需要我们在养护上下一番功夫。 那么,文竹到底该怎么养呢?下面,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文竹的养护之道吧。 首先,土壤的选择是文竹生长的基础。 文竹喜欢生长在疏松,透气地杀至土壤中,这样的土壤环境有利于其根部的呼吸和养分的吸收。 在配置土壤时,我们可以选择辅叶土、原土和核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。 同时,为了保证文竹生长所需的养分,还可以在土壤中加入适量的积肥。 此外,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和透气性,建议每隔一至二年为文竹换一次盆土,确保其生长环境的适宜性。 其次,光照的控制也是文竹养护中不可忽视的一环。 文竹喜欢充足的散光环境,既不能过于阴壁,也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。 因此,在摆放文竹时,我们应选择一个光线明亮但不过于强烈的位置,避免阳光直射造成的叶片灼伤。 同时,也要注意保持环境的通风良好,防止病虫害的滋生。 水分管理是文竹生长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环节。 文竹喜欢湿润的环境,但也不能过度浇水,以免造成根部腐烂。 在浇水时,我们要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,灵活调整浇水量和频率,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。 此外,为了增加空气湿度,我们还可以定期向文竹的叶片和周围环境中喷水,以保持其生长环境的湿润度。 当然,肥料也是促进文竹生长的重要因素。 文竹作为官业植物,对淡肥的需求较大。 在生长旺盛期,我们可以每隔两周左右为文竹施加一次淡肥,以满足其生长所需的养分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施肥时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,避免肥料浓度过高,对植株造成伤害。 同时,在冬季等生长缓慢的时期,应停止施肥,以免给文竹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 最后,适当的修剪也是保持文竹美观的重要措施。 文竹的枝叶生长较快,如果不及时修剪,很容易变得杂乱无章。 因此,我们需要定期为文竹进行修剪,保持其株形的整洁和美观。 在修剪时,要注意不要过度修剪,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和观赏价值。 以上就是关于文竹的小知识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